四大功高镇主的名将 四十五万,获得人图的美名,白起一生为秦国攻下七十多座城市,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做出巨大贡献。 白起靠军功慢慢升职,秦国丞相范居受到威胁,于是在秦昭湘王面前进禅言,加上白起本身毕竟自负,后来秦王让他再去打赵国,他却拒绝出兵,最终被秦王赐死。 白起的死非常冤枉,他一不叛国,二不毛反,可怜一代名将如此下场。 韩信,刘邦能取得天下,离不开韩信的楚汉之争时,唯一能跟韩信一笑高下的只有项羽,可西项羽运气不好,加上他心高气傲,多次放走刘邦, 最终在战下之战时,被韩信所灭。 汉朝建立之后,韩信被评为汉朱三杰之一。 韩信军事能力卓越,但他不是一个好人。 员工,刘邦为了防止他谋反,曾多次悄悄读了他的兵权。 刘邦遇难命的请客之时,韩信却要求齐王的宝座,才肯发兵相助。 后来他被刘邦转建,还想着要谋反,结果被吕志和萧和联手,杀死在长乐宫。 韩信是自己作死,不能怪别人。 蓝玉,明朝开国名将,蓝玉的军事能力仅次于徐达,起初,他跟随朱元璋打天下,是徐达的下属。 后来蓝玉南征云南,北上破元立下赫赫战功,他还平定西南,从此功高震主。 然而,这时蓝玉就开始居功自傲了。 蓝玉门下许多庄奴,义子,横行霸道欺压良民。 蓝玉不仅不约束,反而肆意放纵,这让朱元璋非常生气。 他在北征南饭时,路过喜丰观时,因天色太晚守官官吏没及时开门,蓝玉就硬闯进去,据说他还与抢占了元主的非特。 蓝玉一系列行为,让朱元璋忍无可忍。 多次对朱元璋批评之后,蓝玉仍旧死不悔改。 红武二十六年,有人告发蓝玉谋。 反,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杀了蓝玉,恐怕这一切都是朱元璋自导自演的。 当然,蓝玉也是自己作死,怪不得别人。 年耕尔,清朝时期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名将,雍正时期他平定西藏,平定郭罗克,平定青海罗补藏丹金,平定青海等,赫赫战功无人能及,雍正皇帝对他也十分信赖。 然而,后来年耕尔似乎就变了,做了不少超越本分的事。 后来雍正看年耕尔不顺眼,就杀了他。 关于年耕尔的死,历来有不同说法。 有人说是雍正皇帝害怕功高镇主杀功臣,也有人说是年耕尔自己太飘飘然,完全是作死。 关于年耕尔的死,实在难以评价。 你觉得呢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